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高士传记载 孔子犹太山时入遇荣启七 他穿逐简陋 在旷野中弹琴歌唱 怡然自得 孔子问他为何快乐 荣启七以三乐回之 性格豁达洒脱 专画上将荣启七与七贤并列 应当是认为这位高士与竹林七贤思想相通 放在这里不仅使画面结构对称 更有以荣启七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 专画上的八人皆席地而坐 各具神态 每个人物身旁还标明了身份 鸡康投书双记 目送秋红 手谈五弦 软骑身竹长袍 一手置入 一手置膝上 口座长孝壮 山涛头果金 一手挽袖 一手执杯而饮 王荣携身靠机 手弄如意 向秀头戴泽 一间袒露 闭目沉思 琉陵双目凝视手中酒杯 另一手蘸酒品尝 软弦锤带飘于脑后 弹一四弦乐器 荣启七批发 长须 交际绳索 宁思而谈五弦琴 人物之间以银杏 松树 槐树 垂流等树木相隔 神情生动 构图和谐 这组规模如此庞大的砖画 是怎样制作 刻画出来的呢 工匠们先画好粉本 根据所需要的砖块数量 进行分割 制成印模 再磨印到砖坯上 然后按其位置 在砖的反面一端标上编码序号 标明是D级行 D级牌 烧制成砖后 再按照编码一一排列相浅 拼成这组大型砖画 由于是拼合而成 很难用浮雕的手法来表现 因此采用线条来表现画面 这组砖画上的人物 五官细节 衣物褶皱 树木器具 都由均匀流畅的线条勾勒而成 与魏晋时期的绘画风格极为相似 这组砖画用细腻的线条 刻画出八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及其生活的时代特征 反映了当时高士贤人 隐意清高的风尚 也表现出当世人们 对竹林七贤和荣启七的崇敬之情 这也是迄今为止 发现最早的一幅未尽人物化食物 是目前考古发现中 最早最完整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 保存完好 完美无缺 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